腾讯体育10月1日训,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已经开战斗,明日异地季战队将驻战。 赛前俱乐部官播放出了长文为队伍打磕水舞虎落平洋日,待我风云再起时,场长会在明天的比赛中登场吗?原文如下,命运对勇士低语,你无法抵约风暴,勇士低声回应,我就是风暴,如果2017年告诉你,2018英雄联盟想要进S8是要去打冒套赛,也许你根本不会相信。 但事实就是这样,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10天前刚刚庆祝过一地季五周岁的生日,转眼我们就在机场英雄联盟分部的几个小伙子们走过安检接受海关检查,坐上了去韩国首尔的飞机,这也是一地季英雄联盟分部第五次参加英雄联盟世界赛,水舞虎落平洋日,待我风云再起时1月7日, 在青岛捧下的马西亚杯奖飞,那心情还历历在目,没过几天开始的春季赛,一地季第一次输给了刚刚搬走的邻居SS,春节后立刻被RW两局临风,一时间舆论哗然,在春季赛后半段,队伍的表现有所进步,春季赛亚军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 但仅随其后的夏季赛宛若一场噩梦,虽然周季赛表现还算稳定,于当时LCK夏季赛,第一的AFS打成了1-1的局面,但7月末令所有人担心的局面再次出现了,整个队伍再次陷入了一种,完全不知道怎么赢的怪圈, 从夏季赛6.100,到季后赛,一道三输给京东,就连这个常常被拿来调查的那战化神春号也没有人承认了, 李瑞探坐在北京休息室的椅子里,作为一地竞强力刷C之一,如果他无法在线上占到优势,那么局下会变得非常困难,一言不发,他似乎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那个赛季MVP春号,正在一点一点的离自己远势, 他们说一地竞对于世界赛的冲击,也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而远发无力,甚至没有人相信我们会赢, 从今后再遭淘汰,到前往南京直前的一周内,无论外界舆论如何发酵,在送队员们从基地启程的一刻,站在门口其他分部,第一位队员看着开走的汽车说, 他们肯定可以的,毕竟我们是一地竞,而当南京Harold选手盲峰踢出那一脚之后,网络上终于有一年没有一地竞被F3的声音,被一地竞也许会吃到,但从不缺席所取代,要知道,我们可是一地竞啊,我相信你,肯定能赢到自从三位新人加入后, Harold和Rey组成的上演,也成为了2018年,目前为止,讨论度最高的上演组合,从无见皇子的日常被呀, Rey表面没什么变化的同时偶尔颤抖的手暴露了他的紧张,而日常被暴躁的粉丝称为哈皇的Harold在几场比赛后,默默卸载了微博,本次反复的质疑, 极尽摧毁了这两位刚刚成年的少年心理防险,不过队里还有一位,前辈,他经历过大风大浪不曾倒下,现在的明海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受挫的自己, 既然我回来了,那我就绝不认输,既然我可以回来,那么我的队友也可以,除了和教练一起讨论每一场的战术BP打法外,上场的时候他会和米可沟通敌方位置, 不上场的时候会和Harold交流打野路线,在赛场下他会帮助瑞树立信心,在南京面对RW实力依据的后场,明海和战队经理李哲,一起拍任务的肩膀对他说, 只要把援你的正常实力你肯定能赢到,我相信你,认真而诚恳,我想这就是队友的力量吧,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时候,队友的依据我相信你,足以让任何人重着稚气, 信心满满的走回战场,可能因为是老将吧,所以话多一点,可能是因为是EDG的老将吧,所以明白如何让EDG搁浅的巨轮重新启航,为了刚路发热血,我们游我不游天, 这一路跌跌撞撞,EDG最终以LPL赛区三号种子出现,将和十一支战队,一起争夺英雄联盟F8小组赛敏俄,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 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每年十月,都不缺席,也许EDG是注定要去世界赛,也许大好的签证就一定要用到,整个九月,或者说整整九个月,EDG的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一刻, 拿下世界赛门票的第二间训练之功,死的叮叮打好的换成了S8EDG来了的图标,在连续训练了五天之后,队员们在经理和领队,的带领下一起出门吃了一顿韩式烧桃,这顿饭之后,也是时候放手一搏了。